大家知道能与印度神童阿南德媲美的预言家 是哪路大神吗 虽然他在当前的名气没有印度神童大 但这位来自日本的预言家 预言的准确率却高得吓人 他不仅精准预言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的具体时间 还表示日本参战必败无遗 甚至在那之后更是告诫人们要远离广岛 众所周知 老美当年可是往广岛投放了 极具威慑力的原子弹 如果当初人们都听这位预言家的话 岂不就让老美的阴谋落空了吗 但事实哪有这么简单 那时候的民众对于此预言并没有过多关注 自然结果不言而喻了 二战结束后 亡人三郎再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天皇 现存的世界将要毁灭 并且会出现许多无法预知的灾难 而东京还会降下火雨 世界总人口成断崖是下降至3% 但他的好心被荡成了驴肝肺 天皇直接将亡人三郎关押入狱 外界对于这位预言家更是骂声一片 还说他是恶魔一般的人 亡人三郎究竟对天皇说了什么 不仅使得天皇震怒 还将他关押在牢房里七年之久 甚至不惜动用力量操控民间的舆论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日本这位被天皇亲自送进监狱的预言家 亡人三郎的预言到底有多准 1871年8月亡人三郎在日本归岗市出生 是家中的长子 虽然他的家境十分普通 但其祖母是一位对神道迷信深有研究之人 这也就意味着他将和其他小孩不同 亡人三郎由于从小就体弱多病 感冒发烧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家里人见此格外疼爱他 既然无法上学 干脆他们就让亡人三郎跟着祖母学习神道 就这样亡人三郎平平安安地长到七岁 某天突然发生了一件蹊跷事 当他的父母外出回家后发现 原本好好待在家中的儿子失踪了 他们联合村民们在家附近足足找了一个多星期 却没有发现亡人三郎的半点踪迹 正当心灰意冷地他们打算放弃寻找孩子的时候 亡人三郎突然自己回到了家门口 更为奇怪的是 这次失踪回来后亡人三郎的身体自己变好 还拥有了无法解释的预言能力 当时村子里正赶上百年一遇的大汉灾 每家每户都极度缺乏可使用的水源 于是他们便自发组织一起去寻找新的水源 但当地已经干旱了一个多月 哪那么容易找到工人们饮用的干净水源 就在众多村民都要放弃求生的意志时 踩满七岁的亡人三郎指着快荒底 告诉大家那个下面有水源 要知道大人们这时候都在干正事 没空和小孩子玩呢 所以只把这番话当成了小孩子的戏言 但人群中的有位村民却暗暗上了心 反正他们也找不到水源所在地 倒不如破罐子破摔 听着小孩的话往下挖一挖 最后的结果令中人大吃一惊 谁也没有料到 就在亡人三郎刚才指的那块荒地下面 当真有源源不断的水源 自此亡人三郎在整个村庄里都出了名 许多人都好奇地询问他 究竟是如何得知那里有水源的 那时候的亡人三郎表示 他在失踪的那段时间里 去到了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 也就是民间流传的灵界 他在那里看到了过去现在和将来 人们没有怀疑他这番话的真实性 毕竟也没有另一种原因能够解释 他能找到水源这一行为 后来成年后的亡人三郎写了《本灵界物语》 在书中他提到自己于1878年的一天 从睡梦中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所唤醒 紧接着一遍发声了 他从自己家床上突然来到了森林深处 不待他产生害怕情绪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位名叫芙蓉女士的仙人 这位仙人苦口婆心地告诫他 接下来他所看到的一切场景 都要仔细记好回去转达给世上的人们 于是亡人三郎在仙人的带领下 从地面缓缓上升 来到了宇宙灵界的入口 这里要提一嘴 灵界可使人类超越肉身到达另一界面 在这里一切事物都是永恒的 并且有着天界地界之分 之后他更是看到了未来将要发生的所有事情 而自这次神奇的灵界之旅以后 亡人三郎身上的奇异能力更加强大了 就像他在书中所言 他看完了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 包括民间所势走向 因此亡人三郎即便不通药理 也能为村民们看病 若是哪家丢了东西 他也能完美帮人们解决 这样看来似乎就没有难倒他的事情 随着时间推移 亡人三郎的经历也越来越丰富 他在村子当了代客老师 又辞职回家务农 后几年还从事过售卖牛奶行业 可以说这些看似正常的人生轨迹背后 隐隐又像是被人指点所做出的决定 但各种缘由 我们是无法得知了 而亡人三郎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1898年 这一年他再次遇到了芙蓉仙人 并且得起指点去往西北方 很快他就明白了仙人的用意 在那里亡人三郎遇到了明教出口职的妇人 这位老妇人可不是什么普通人 她是日本当地十分有名的灵媒大师 两人可谓是相见恨晚一拍即合 一起创办了以人为本的大本教 由于深得明星 他们的大本教刚一创立 就在民间激起了不小浪花 更收获了无数追捧他们的信徒 这么说吧 在当时大本教的影响力完全不亚于日本天皇 这也让天皇感觉到一种急剧压迫感的危机 没过几年天皇就忍不住出手了 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亡人三郎扣押入狱 而在这之前 亡人三郎还以言中一战的开始时间 并宣称美国将成为最大的祸益国 这些事被当时的天皇知晓后 立马便把他控制了起来 否则天皇整日都只能提心吊赖 但众多民众都请清楚天皇是忌惮 亡人三郎的预言能力 时间来到1942年 就在亡人三郎出狱的那一天 他高喊着我出来之日就是日本战败的开始 结果这一天当真成为了日本 二战的战败之日 而终于出狱后的亡人三郎干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重办大本教 并且在之后他为世人留下了更多的预言 他在一次和天皇密谈中表示 二战不算是日本最大的失败 后面还将迎来更惨烈的事情 最惨的将是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地方 到那时整个日本只有京都相对安全 但一代天皇即便忌惮亡亡人三郎 也不会相信他所做出的预言 果不其然 亡人三郎说完这番话没多久 由于日本非要招惹美国 以及疯狂的抵抗行动引起了老美反感 1945年美国决定反袭日本 不仅开着最新轰炸机踏入日本领土上空 还直接朝着广岛和长崎两个地方扔了原子弹 于是整个广岛和长崎变成了人间烈云 爆炸的火光更是长久没有消散 更令人震撼的是 由于原子弹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 日本下了场可怕的火雨 这与亡人三郎的预言分毫不差 除此之外 亡人三郎还留下了关乎未来的重磅预言 他表示在未来人们的科技 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但在那之前 世界上的人类将要遭遇 地震和火山爆发这种灾难性的事件 并且到那时世界人口很有可能出现急剧下跌 而他在灵界物语中还曾留下过一句话 当天上显现亡星 地上学者与智者惊叹时 天国的政治将会移至地上 由于接近了仁爱之神的神圣 这就是所谓三千世界更新以及重建的开始 这段话非常深奥 以至于在亡人三郎离世后 没有人能看懂他想表达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不乏有人推测 这是在说世界的秩序有朝一日会被打乱 而后予以重建 但话又说回来了 对于亡人三郎的预言我们不可轻易地相信 毕竟以上都是他一个人的片面之词 不排除有瞎编乱造的可能 大家全当一个故事听听就好 至于他提到的未来灾害 我们可以由此保持一定的警惕 尽量通过人类共同的努力 推迟一切灾难来临的时间 这样大家才能更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地球上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觉得视频的内容不错 请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